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台湾媒体报道称 相关筛检阳性率偏高 引发台湾社会的关注 来看报道 综合台媒报道 台湾11号起针对远程航班实施落地普筛 11号全天机场裁检阳性率为9.28% 12号阳性率为5.58% 13号上午阳性率为7.78%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 机场裁检后的阳性率偏高 引发台湾社会关注 为缓解裁检压力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加派人手 并且增加在机场设置的PCR裁检设备 以及救护车数量 对于疫情发展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境外输入的确诊者比想象还多 担忧疫情出现破口 因此增加开设专则防疫旅馆 避免疫情扩散 因为入境就九十几个 那你散步到医院里面去 迟早会破火 因为这个防护肾防 特别是Omicron的传染力 很明显又比其他更强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 新北从一开始就支持桃源医疗储备量能 也与台北共同作战 他表示 新北专则病房是不断分阶段开设的 医疗储备量能仍有50%可以用 并呼吁当局将轻重症确诊者分流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外市部门日前称 会持续与美方沟通 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引发争议 有台湾舆论直言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策略 并不利于台湾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拜登在去年12月 签署美国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其中包括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 台外市部门日前声称 将会持续与美方沟通 推动台湾方面参与环太军演 以提升所谓的防务能力 引发各界争议 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邀台参加军演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动作 台湾获邀机会不大 该分析称 这个大型军演对台湾最急迫所需的训练而言 本来就不具备太多的军事价值 有岛内舆论认为 台湾不能把前途寄托在美国人手上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日前也表示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策略 既无法得到美国具体保证台湾的承诺 又把两岸关系交到美国手中处理 这对台湾非常不好 台军F16V战机发生坠海事故 相关搜救持续进行 来看报道 台空军编号6650的F16V战机 11号下午失事坠海后 台军方持续搜救失联飞行员 13号台军方在坠机地点 打捞到大量机体残骸 并将几天来找到的手指皮肤 类似人骨等生理组织 送到嘉义市殡仪馆 交给法医裁剪 并且与飞行员家属进行DNA比对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事发当时 由岛内航空爱好者拍到失事过程 分析认为 战机坠海之际 水面激起大量水花 可看出是高速撞击入海 外界怀疑该飞行员出现昏迷 才会大角度滚转坠海而来不及逃生 但这一说法还没有被证实 台军方仍在持续搜寻 相关失事战机的黑匣子 厘清事故原因 朱立伦在任党主席满百天 选举却接连势力 重挫国民党士气 甚至有人提出 要进行路线检讨 有评论认为 国民党的死穴 已经被民进党拿住 未来想要重返执政 困难重重 国民党内忧外患应如何突破困境 朱立伦又能否重拾支持者信心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朱立伦就任满百天 国民党拉响警报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朱立伦再次担任党主席 已满百天 而国民党近来 接连在几场选举当中落败 令支持者大声疾呼 国民党需要勇于面对失败 那么国民党未来的改革之路在哪里 朱立伦又能否重拾支持者的信心 就这样一些话题 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陈凤鑫女士 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副研究员 谢南先生 欢迎二位 大家好 陈女士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针对朱立伦就任满百天的相关表现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 有很多的关注和评论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朱立伦在任党主席满百天 但现如今 国民党和朱立伦面临着很多棘手问题 去年的四大投票案全部没有通过 台中市第二选区民代补选失利 台北市第五选区 罢免无党级民代林长佐 也没有过关 国民党的士气受到重挫 党主席朱立伦的领导也备受质疑 甚至有国民党中常委提议 要求国民党中央 紧速召开党事会议 进行大破大力的检讨 作为今年与2024年选举布局的参考方针 有分析人士认为 国民党必须去面对失败且检讨 如果不敢面对 之后喊什么团结都是假象 此事如果没有处理 产生的骨牌效应会非常可怕 朱立伦再次担任国民党主席的 这100天时间里 其实他面临和处理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说四大投票案的问题 台中市议员补选的问题 还有台北市无党级议员罢免的问题 但是国民党都以失败而告终 也重挫了国民党的士气 那么现在朱立伦对外表态说 他会一肩扛起责任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目前朱立伦 和国民党面对的这些压力 如果你仔细去观察 朱立伦在他发展的这个轨迹当中 他都是一直有一种学者 或者是一种精英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如果你纯粹就他的执政能力来看的话 他在桃园县跟新北市 他的执政绩效是相当的好 他对于政策的判断能力非常的好 但是他在政治上面的判断力非常糟 而且他对于怎么样子去 号召群众跟随领导这件事情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一些魅力可言 这个其实在从政这条路上面 要一路的往上爬 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 因为当你失去了魅力 然后同时在政治判断上面 又容易出错的话 就会不断不断成为他的 政治上面的致命点 在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可以说朱立伦在前后 都严重的出现了误判 在选前他因为包袱很多 然后考虑非常的多 于是他选择低调隐性 理由很多很多 但事实上就是他认为 这个不是他的战场 他希望从这个战场当中脱离 他完全忽略了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要能够赢得民心 他就必须去迎战每一场战场 而且在每一次的选战当中 去磨练自己各式各样的 迎战的方法 以及迎战的成功的方程式 你一旦退避 你就可能会遭致更多的攻击 其实朱立伦在这一次选择退避 选择退缩 选择低调 已经是他在选前的一个错误的选择 而在选后呢 他第一时间的反应 是选择跟这场选举切割 强调说这个不是他的战场 这是别人的战场 这种切割就真的引爆了所有支持者的愤怒 坦白说以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来说 你会很清楚的看到 不管是在台中的第二选区 或者是在台北市万华中正区的罢免 其实距离那个这个成功 其实都只有差一点点 差距其实并不大 也就意味着 如果当时朱立伦真的会愿意全力以赴 就像蔡英文 把全党全部都动员起来的话 其实胜负结果还是非常难料的 然后在政治判断上面 不管是2015年底 2016年的那时候的判断 乃至于后来在2020年的判断 以及最新的这些政治判断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政治判断上面 可能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一个政治人物应该由上而下做判断 先去思考说 全体所有的人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接着再来去想 整个政党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 而我又应该怎么带领着群众往这个方向走 他可能想的都先从自己出发 这件事情我未来会怎么样 我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 那我的出路又会如何 一旦你陷入了这一种的思考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跟随者 那么面对国民党的接连失利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我们看到国民党内有人提议 要紧急召开党事会议来探讨路线的问题 但是洪秀柱 韩国瑜等人说 目前国民党的路线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来看待国民党内的争论 以及国民党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台湾社群民意的变化 我们会发现 其实国民党兼职走两岸和平发展的路线并没有问题 因为从一系列的民调可以看出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内部 由于蔡英文当局操弄两岸对立 其实已经引起了相当多人的不满 很多民调都显示 其实很多民众对于蔡英文当局的两岸站的路线是不满的 并且期待两岸的和平互动是岛内绝对的主流民意 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讲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路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顺着这个道路就要往下问 如果你的大的路线没有问题 那么为什么你还会遭遇到连败呢 那可能是不是你的组织有问题 是不是你的战斗力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我们将过去的几场选战 把它拔高到一种对蔡英文当局执政的这种评价 我们会看到在台湾社会内部其实有很多人对蔡英文当局的执政是不满的 对于民进党的乱来是有怨气的 也就是说民怨民愤都在 关键就是有没有一个有利的在野党 使得台湾社会存在的这种所谓的讨厌民进党的氛围 能不能成为一种反对民进党的浪潮 甚至能不能成为一种赶走民进党的行为 但是很遗憾 从这几场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的战斗力不足就体现在 它不能够很好地凝聚整个社会对于蔡英文当局的执政的不满 对于它的执政的怨气 我觉得他们要核心检讨的就是 为什么民怨民气在那儿你用不了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 说明它的战斗力真的是出了相应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国民党一直很努力去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呢 似乎战斗力还稍显不足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 这是因为民进党找到了国民党的死穴 对国民党的死穴一直进行持续性的攻击 那么国民党的死穴到底是什么 民进党找到的国民党所谓的死穴又是什么 我看到了有一些评论者呢 提到了国民党的死穴其实已经被民进党找到了 这几位其实都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解读 就是呢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提到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现在已经变成它的死穴 因为他既不敢把自己的两岸政策大声的说出来 然后呢对于他反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部分呢 他又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两岸之间的未来融合 这是一个趋势 在这个趋势之下国民党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台湾更好 这件事情他不敢大声的说出来 那么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包袱 而第二个包袱是什么呢 就因为他没有办法号召新的群众 以至于呢他就跟过去的政治势力不断的妥协 这就牵涉到人选的问题 因为你必须要跟过去的势力不断的妥协 所以呢你在挑选候选人的时候 你就要跟地方派系来做妥协 其实地方派系也不纯然都是坏的 地方派系的形成 其实有它在历史背景过程发展当中 我跟你有不同意见 于是我跟就某些人可能特别的亲 某些人跟某些人可能彼此之间的观念就不符合 就形成了所谓的派系 但是派系在被长期污名化的情况之下呢 国民党一方面必须跟派系合作 二方面又不敢公开的支持派系 就形成了一种困境 那就是在路线上面 你没有一条全新的路线 这是我从过去到2018年一直到现在 不断的提的 国民党不管谁来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都应该有一个两岸政策路线的大辩论 在内部形成了辩论 而且形成了共识之后 大家才敢对外面大声的说出来 可是不管是吴敦义也好 或者是江启臣也好 或者是朱立伦也好 其实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以至于在政策路线上面始终是晦涩不明 朱立伦在任党主席满百天 选举却接连势力 重挫国民党士气 甚至有人提出要进行路线检讨 有评论认为国民党的死穴已经被民进党拿住 未来想要重返执政困难重重 国民党内忧外患应如何突破困境 朱立伦又能否重拾支持者信心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朱立伦就任满百天 国民党拉响警报 那么民进党其实在几次选举当中也是惨胜 也并不能代表着国民党就失利了 所以说对于民进党来说 接下来跟国民党之间会产生一个怎样的攻防 毕竟民进党面对一个小小的地方的议员的选举 都动用了他全部的执政权力和他全党的力量来拼杀 是不是也证明着他也很忌惮国民党这个在野党 那么确实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场选战 会发现他虽然很热闹 但是对于民进党而言 确实没有太多可以值得所谓的乐观 甚至是开箱兵庆祝的理由 首先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前一段时间 特别关注度特别高的所谓的四强公投 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整体来算 其实在台湾社会当中蓝绿的基本盘还是大致相当的 民进党更多的靠的是中南部的传统的所谓的铁票区 才勉强获得了这几场大的公投案的胜利 而再具体到前一段时间进行的两场所谓的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和补选和罢免 会发现输赢其实都不大 并且国民党仍有机会 因为他在台北市他只是说他的票数不够 但是同意罢免票数仍然多于不同意罢免票数 那即便是在台中地区那么更直接 民进党几乎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全党打一人的这种状况 那么其实他的领先票数也不到一万票 大概就是八千票左右 说明什么 说明一 蓝营在地方上仍有自己相应的实力 第二就说明民进党为了这场选战 为了获得这场选举的胜利 可以说是穷尽了一切的手段和方法 几乎可以说是穷尽了洪荒之力 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我们要警惕几点 第一点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内部 可能我们所传统关注的这种政治生态 处在一个快速的变动当中 我们必须要承认 绿营凭借自己执政的优势 凭借他对舆论的操控 凭借他强大的这种所谓的动员能力 他在高度动员的情况下 确实是对于蓝营而言 他有更多慎选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警惕的就是 在这几场选战的过程当中 蓝营所透露出来的一种 对于舆论战主导的一种不利 因为我们会发现 尤其是以台中地区为例的话 当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候选人 进行铺天抹地的这种所谓的攻击的时候 甚至有媒体毫不客气 说是一场颇份大战的时候 国民党很难为自己辩解 这就很糟糕 也就是说如果你所谓的当局的执政资源 你拿不到在别人手里 而别人又掌握了相当于用机器 同时又对你发动抹黑攻击的时候 你很难有招架之力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毕竟在今年年底这场所谓的 台湾的地方县制上选举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 民进党必然会复制 这几场选专过程中所惯用的模式 我们看到针对这一切事件 那么韩国瑜也发生 韩国瑜说国民党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 朱立伦现在作为国民党的主席 他也认识到了民进党就是要对国民党杀之而后快 说他就是想把国民党这艘船打沉 现在就想打出一个破洞来 把国民党打沉 那么既然说都知道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来做呢 其实呢我比较相信韩国瑜他在提到说呢 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 今天的问题是出在于面对年底的县市长选举 他真实的考验就在于每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是不是都能够经得起考验 现在看起来他挑的是你民调声望高的 我就先攻击你 比如说他去攻击卢秀燕 那昨天最新的发展是呢 就是用这个检察官呢 以及连政署 然后呢去全面的清查宜兰县长 他是国民党籍的林兹庙 林兹庙呢 其实宜兰县啊 他是一个蓝绿比起来的话 绿甚至于稍微有一点点赢蓝的地方 那林兹庙因为呢 他在地方上经营的时间相当的长 清合力非常的高 他的这个形象呢非常的好 所以呢 在2018年呢 以绝对优势赢了选举 三年下来 其实他的政绩是相当不错的 那一般认为他一定可以竞选连任 而且几乎看不到一个比较强的对手 但是昨天呢 检察官带领着连政署的官员 然后呢 到了这个县政府 包括了这个从交通到这个地震 然后再到人事相关的一些议题 再到他以前担任罗东镇长的政公所 甚至于连他的唐姐过去的这个代表呢 的90岁的代表都被找来呢 然后问话的问话 然后征讯的征讯 说是涉及弊案 当然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弊案 然后是什么样的证据 通通都不知道 当然这件事情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 可是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它就意味着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就是 他要全面性的清查国民党的任何的候选人 而且方法上面都是摧毁战 没有任何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能够逃得过 你声望再高 他都要直接的来攻击 卢秀燕是如此 李自妙是如此 其实这两位女战将 他们过去政绩声望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然后呢民间的支持度非常的高 但是对于民进党 对他们来说 他们现在要挑的 已经不是地方派系形象浓厚的 还要连你最有形象的人都要全面摧毁 这个才是现在国民党在面对年底的 县市场选举的时候 所遭遇的铺天盖地式的攻击危机 但是国民党内部真的开始准备好了吗 这个才是国民党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危机 其实综合很多分析我们都可以看到 民进党现在已经在为2022年的 县市长选举在动员 在打前哨战 所以这个时候国民党应该做些什么 国民党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全党的动员 确实啊 我们当我们去谈到岛内的这种所谓的选战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 我们是一个旁观者 因为我相信无论岛内的哪场选战 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所谓的茶壶里的风暴 无论这个风暴波及到哪一方面 都无法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局 因为我们在这 但是我们不希望岛内政治的恶化 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毕竟那边是我们的同胞 如果让一个台独新政党 继续这么肆无忌惮地执政下去 继续乱来的话 我觉得台湾民众可能会受损失更大 因此我们希望在台湾社会的内部 仍然有对这样的一组蛮横的政党说不的力量 并且能够对它进行有效制衡的力量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 对于今天面对的几场选战失败的国民党而言 确确实实要拉向警钟 因为对于一个政党而言 如果在选战或者说重大选战关中老输的话 那你的气势在哪 你的组织在哪 你的支持者都会灰心上气 因此对于2022年这场选战而言 对于国民党来讲 真的是一场必须要高度重视的生死自在 如果这一场它继续保持前面这种所谓的躺平的姿态的话 那非常的糟糕 那么可能未来台湾社会想要去制衡一个台独政党 一个要乱来的政党的力量会更加的溃散 那么对于今天的国民党而言 首先它恐怕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从上层开始去凝聚国民党的内部的力量 因为我们会发现 现在的国民党由于党场被查抄了 国民党党主席的权威恐怕也大不如前了 因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以前党场在手上 我可以进行有效的资源自下而下的分配 你不听我 那你注意你可能就得不到党中的支持 而现在由于国民党的党场被查抄了 国民党党主席失去了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资源在手的这种状态 所以它要在进行决策的过程当中 就必须有效的去拧合党内各个有势力的 有力量的各种所谓的相应的政治的 我们说山头也好 所谓的诸侯也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 你相对于民进党在第一时间 就召开了所谓的选举对策委员会 国民党其实在第一时间间 应该召开类似的会议 采取开大门走路的办法 把自己的决策权的范围给它扩大 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 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来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国民党的上层是一个有力的 所谓的决策团队 这是第一 第二 在这几场过程当中 国民党其实展现出了一个 比较糟糕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所强调的 基本盲还在那里 民怨也在那里 民众的不满也在那里 那就是串不起来 为什么串不起来 是不是自己的组织出了问题 是不是自己的动员出了问题 如果是自己的组织生锈了 是自己的动员体系消融了 那你要想办法 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 民众仍然对蔡英文当局 执政极为不满的时期 重建自己的组织体系 重建自己的动员体系 重新组建一个 真正有团队的 去打赢选战的这样的团队 的确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国民党一直给外界的印象 是一个所谓的精英的姿态 那么是一个穿皮鞋的政党 这是在没有议题发生的时候 如果说有战斗发生的时候 国民党就应该脱掉皮鞋 发挥全额的战斗力 去上战场决斗 毕竟2022年是跟民进党对决的 一个县市长选举年 那么这个时候 国民党应该发挥 他全部的战斗力 国民党到底应该 怎么来诚实支持者对他的信心 而朱立伦又应该如何来带领着 国民党去打赢这场战争 那么其实国民党现在应该好好去思考 并且做出一个样子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上话题给出了解析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们 下次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